最新的消息 台北线戏指呢 有这个19岁的儿子 从小跟妈妈活在爸爸家暴的阴影底下 忍无可忍跟警方申请了保护令 没想到这个爸爸呢 竟然不爽了 愤儿泼汽油想要揍火 干脆一家同归于静好了 儿子身上都已经着火了 爸爸还是不停地对他追打 搞到最后呢 儿子送医不治 法官认为这个父亲毫无悔意 判处他无奇徒刑 时间回到去年10月中秋节 19岁的儿子身上都是被泼汽油 燃烧的痕迹 衣服赶紧脱掉 但是烧烫伤 脱掉一层皮的肌肤 还是灼热疼痛 救护人员不断在他身上淋水 他也猛灌饮料 接下来的是父亲 他的烧烫伤更是严重 衣服沾黏在皮肤上 根本没办法脱 脸上白色上衣上都是血迹 根据了解 这名父亲有暴力倾向 抱了家暴然后又测案 然后就所以就反正就一直这样 反反复复 儿子当时为了保护母亲 全身70%少躺伤 急救一个月之后不幸死亡 母亲也已经离开这个伤心地 父亲当时知道儿子急救不治 哭了两声也没有眼泪 法官认为他完全没有悔意 因此判处无期徒刑 中文新闻台北综合报道 哪儿 他就会被换了 然后他就会被换了